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Studio Series 56號Sharkwave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盒子的正面有Sharkwave的CG圖編號56 Studio Series Sharkwave 側面有它的一個大頭罩那看到盒子的後面則是它的商品圖 人形、載具以及這兩個小東東這個才是玩具的主體 另外一面還有一個全身的圖片 那它一樣有附帶一個展示台 展示台的背景是一些士兵作戰跳傘的場景 那它也有附帶一個跳傘的士兵喔這個還蠻少見的喔 你也可以在這邊欸跳傘喔像這個樣子 那玩具也是可以以載具 因為載具擺不太像喔人形擺在這個地方 那它的包裝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看到玩具的本體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一樣一長條的然後沒有講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把它丟到旁邊去 配件方面有附帶一個跳傘的傘兵喔這個傘還是真的有繩子 那傘的部份是用這種類似尼容的材質做的吧 這個是撕不開的 人偶它是沒有可動性的細節刻畫看起來就還OK 臉有塗裝 這個東西也是為了還原電影中的場景喔 這個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接著它還有附帶 兩個小人偶 喔這個尺寸真的非常的小喔 一不小心就會被地板精靈給吃掉了 其中一個是Wheelie 這個小玩偶小歸小但是細節刻畫塗裝來說表現的還是OK的喔 還算蠻細緻的 另外這個叫做Brain 那它在電影中也是有出現的 整體有上銀漆 頭髮也有上一些塗裝 這個不錯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你也是可以把它放在這個載具的上面喔 隨便你愛怎麼擺就怎麼擺 那它還有附帶一把武器 這個已經安裝在載具上面 它就是一個軟膠件 上面有一些舊化的塗裝 非常的軟喔跟你們一樣 我是說心腸啊 這款Studio Series的Sharkwave 載具形態是一台戰車 嗯沒錯 它就是一台戰車少懷疑 那在電影中它是沒有變成載具形態 所以基本上也無從得知到底還不還原這件事情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 首先看到前面有一個砲 這個砲上面有一些銀色的塗裝 那它是一個軟膠件 旁邊這邊也有一個軟管 這個也是一個軟膠件 如果你想要的話你是可以換洞叉的喔 那在載具的身上有些紫色的金屬漆 也有一些戰損舊化的效果 看起來是非常有電影裡面那種複雜的細節刻畫感 仔細看的話它在下面這邊有一些履帶的刻畫 把它翻過來看的話 下面有四個輪子 所以它也是能夠滾動的 在這個形態之下呢我覺得就這樣子吧 其實沒有什麼太多可以評論的 好不好看是見仁見智 那畢竟它不是地球上真實存在的載具 所以可以發揮的空間也比較大一些 比較值得一提的就是 這款玩具它跟Megatron是有用到一些共模的 像是腳部這邊的零件就有用到之前Megatron的零件 但是它改動的幅度可以說非常的大 變形過程也做了很大的調整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拿出Megatron出來跟它比較一下 擺在一起尺寸上來說Sharkwave還是稍微大一些吧 那雖然很多人說這個Sharkwave是Megatron的改模 但是你們看看基本上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變形過程也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喔 除了腳部這邊的變形過程一樣之外 上半身基本上都改掉了 那兩台這個外星載具擺在一起各位覺得如何 看起來還蠻像是車禍現場 接下來我們再拿出上一個版本的Sharkwave出來比較一下 我這裡拿出的是Movie the Best的版本 那以尺寸來說Studio Series這一款是大上了一截 以這兩款玩具之前這個版本它這個砲有一些機關 所以可玩性是比較豐富一點 那Studio Series這一款在造型以及細膩度上面是有進步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從載具變為人形的一個變形步驟 變形可以說是非常簡單 首先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拔起來 來 丟到旁邊去 接下來在兩個鋁帶這邊側面有一個卡扣 把它給鬆開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鬆開 後面這三個渦輪引擎的地方在這邊有兩個卡扣 是跟手扣住的 把它鬆開 兩隻手擺在這個上面直接把它往上抬 這個裡面有卡扣 基本上把一些卡扣都給鬆開了之後呢把它翻到另外一個面 其實這個變形就非常簡單了把它的腳旋轉180度 這邊跟Megatron是一樣的把它收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把這個髖關節給收進去 然後在腳底的部份把它調整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這塊東西呢要把它旋轉到另外一個面 轉到後面去 那這一塊呢它是還蠻容易掉的在把玩的過程還蠻容易掉的 所以在玩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基本上那一隻腳就已經變形完成了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非常簡單喔 這個變形還算是蠻簡單的 然後再把後面這一塊呢做一個旋轉 旋轉之後把它轉到這個位置 那一雙腳也就完成了 接下來在後面它屁股這邊變成載具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凸喔塞到它的屁股的洞裡面去 要把它鬆開來 然後中間這邊有一個雙關節把它整個的往上抬 兩隻手把它往外的翻到外面來 然後再把這個背部整個蓋到身體的地方 手臂在這邊有個洞 對應這邊有個凸 把它扣進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固定起來 然後這三個渦輪就可以直接的把它往下放 扣進去 頭把它調整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兩隻手也是一樣 最後拿出它所附帶的這個武器 這個東西呢要把它裝在這邊 稍微的調整一下 那它從載具變為人形的變形過程 就這樣大功告成啦 在變為人形之後也可以說是這款玩具最大的亮點 整體的身形比例與電影裡面的造型可以說是相當的還原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做的還是非常的不錯齁 不愧是官方的強項 那這個頭上面有些金屬紙 眼睛則是紅色的 細節刻畫可以說是相當細膩 看到身體也是密密麻麻 非常多的細節刻畫齁讓你看三天三夜到三更半夜都看不完 手臂來說沒有什麼空洞的問題 手則是一個軟膠件 另外一隻手則是一個砲手 這個砲沒有什麼機關它就是單純一個造型 看到下半身呢在寬部這邊跟Megatron是用共模的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Megatron的造型跟Sharkwave一點屁毛關係都沒有 往下看的話兩隻腳的造型也是非常正點齁 完全有把這種外星生命體複雜的造型給營造出來 看到人物的後面後面這兩個後腳跟比較討厭一點 而且它很容易掉 不過在腳部以及背面可以說是完整度非常的高 並沒有任何空洞的問題 那背後的造型也是很漂亮 這三個砲是可以稍微旋轉調整角度 可動性方面 頭是一個球形關節旋轉往上往下 那脖子這邊還有一個關節所以它可以把頭拉出來看著自己的地底 肩膀360度沒有問題 手臂平舉可以抬到這個程度 二頭肌可以旋轉手肘彎曲大概是不到90度 拳頭是不能旋轉的只有一個往裡往外的關節 另外一隻砲手的話它是彎曲也是大概90度 手臂平舉這個東西是可以拔起來的 可動性是差不多的只是它沒有拳頭 不過蠻有意思的就是它這邊有一個大拇指是可以活動的 這個小細節還是有做出來 腰是沒有腰轉的它是一個沒有腰的男人 腳往前踢可以踢到非常的高 往後活動幅度也相當不錯 往外的話可以到達劈腿的程度 大腿可以旋轉 膝蓋彎曲可以彎到90度 腳底可以往上往下 然後它也有一個接地的關節 活動的幅度也是非常的廣 那在人型之下造型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完整度非常的高 可動性來說算是OK啦中等 那要把一些POSE來說也算非常夠用 如果要挑缺點的話第一個就是這個武器 它裝不太緊比較容易掉 而且它很軟 第二個就是它後腳跟這個東西會這樣子有點晃來晃去的 比較討厭 那這個東西它是扣上去的也比較容易掉 除此之外它的關節卡扣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整體來說還是表現不錯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再把Megatron拿出來比較一下 擺在一起身高來說基本上差不多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寬部的零件其實是同一個模具的 其餘的來說基本上全部都改掉了 包含它全身的零件 以及它上半身的變形過程還有腳部也是不一樣的 接下來我們再拿出上一個版本的Shark Wave出來比較一下 擺在一起您看看這個還原度以及身形可以說是進步了非常多吧 除了美型度進步之外 在它的活動可動性方面也進步了蠻多 上一代的這個Shark Wave它的腳這邊呢是一個齒輪關節 不過它這個間距都太大了一點 所以在擺POSE上面呢不是那麼的順手喔 玩起來不是那麼的爽 那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說都可以說是進步了非常多 人型的表現我還是給予蠻高的肯定 這一款Studio Series的Shark Wave 整體可以說是一個蠻不錯的更新版本 除了尺寸變大之外 在造型以及美型度上都有不錯的提升 尤其人型的形態可以說是最大的亮點 做工方面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變形過程來說的話我覺得太過簡單了一點 那今天這款Studio Series Shock Wave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 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理由自動物理由自動物理由 Cybertron